2020第三届美国传承杯国际艺术节于近日正式启动 本届艺术节由美国梅拉诺文化演艺公司 美国英龙传媒和顾学峰文化艺术工作室共同主办 美中华人音乐家协会中华文化创意基金会联合主办 艺术节主席乌树飞表示 艺术节将以线上展演表达对奋战在一线医护人员的敬意 和对广大华裔朋友的祝福 传承杯艺术节展演将于8月中旬 开始在美国城市卫视18.9频道和YouTube等媒体直播 欢迎各位观众届时收看 传承杯艺术节创办于2018年 被坊间誉为最专业的国际艺术节之一 本届艺术节包括五场云展演 五大国际赛事和开幕式闭幕式颁奖盛会 艺术节主委会主席李音 希望在非常时期把传承杯的信念和梦想 传递给更多朋友 使艺术节成为洛杉矶一张亮丽的艺术名片 传承杯艺术节是传承、传播、合作、交流、团结的 国际化专业艺术平台 本届艺术节主题为 文艺抗议、因爱而暖、天使之城、中华传承 表演曲目、形式不限、契乐、声乐、戏曲、舞蹈、曲艺、书画等多种艺术形式展现 可以直接演艺经典 也可以创作改编 国际赛事包括音乐大赛、戏曲大赛、舞蹈大赛、书画大赛、曲艺大赛 艺术节展演包括 乐剧艺术戏曲专场 文思飞大提琴独奏音乐会 专业艺术团体线上音乐会 国际大赛获奖者云端演出 世界杰出表演艺术家展演 开幕式 闭幕式颁奖盛会 北师大附中 川音附中 上音附中 中系附中等院校为艺术节合作伙伴 第三届传承碑艺术节获得美国中华国乐团 上海文广民族乐团 中央民族乐团 上海民族乐团 香港新生国乐团 新加坡华乐团 新加坡星海艺术研究会华乐团 M室内乐团 上海爱乐乐团 中国爱乐乐团 上海大众乐团 川音交响乐团 四川爱乐乐团 中国乐派交响乐团 德国巴伐利亚室内乐团 保加利亚索菲亚独奏家室内乐团 海外乐剧联盟 洛杉矶乐剧之家 M戏曲音乐中心 圣州市乐剧团 宜宾市九都艺术研究院川剧团 中国东方国家歌舞团 澳大利亚悉尼交响乐团 上音翁振发声乐团 沈阳音乐学院青年民主管弦乐团 等专业艺术团体参与推荐节目 汉天卫市记者 吕立川洛杉矶采访报道